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家屠四壁 胡思乱想 那今天呢 咱们来单纯的聊聊鲜鱼 咱们就聊鲜鱼 不聊别的啊 就是中国人呢 咱们接触鲜鱼呢 接触的不多 日本比较多 而且日本人是还在鲜鱼的基础上 他是开发了一堆故事出来的 现代日本人呢 他可能是说嫌弃这鲜鱼身上有土形味 所以呢 就是基于鲜鱼这种食材 开发出来那种日料 和风料理 这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在历史上呢 当时这个江户时期 江户时期因为日本城市的这个规模扩增 然后呢 陆路的扩展 使得淡水的水体消失 那么为江户居民就提供了这种大量的廉价的淡水鱼的食材 因此就是说 吴林 吴林泥巴鱼两兄弟 一个是鳞鱼 一个是鲜鱼 他就霸占了当时的那种市井人家所钟爱的大街料理大排档吧 大排档吧 霸占了他的头两位 和这鳞鱼相比呢 年鱼可以说是一个被赋予了半个神格的鱼类 那众所周知 日本是现在这世界上地震最为频发的国家之一 是吧 因为日本这地处这个两个板块的交汇处嘛 所以它的地质情况呢 就不太稳定 也就有了火山地震 那这些咱今天来说可以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了 不过那个时候啊 不知道这个大路板块碰撞 带来地动山摇 这这这到底是是怎么回事啊 所以那古代的那日本人 他不理解这些自然灾害 你看 在这个汉族的传说当中 神州大地是由一个巨大的乌龟拖着的 乌龟的四个脚代表着四个方位 所以一旦这个乌龟走路 大地就会颤抖 这是咱们说这个地震啊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很多寺庙地基地下 主殿边上都会放一个 哎 拖有这个物品的一个乌龟的这么一个像 是吧 就表达一种最初的那种民间的信仰 那么日本这几大岛他都不产乌龟 所以呢 只能就用和这个乌龟差不多的 也就是整日生活在泥巴里的鲜鱼来代替 是吧 那个日本民间也有一个比较 传的比较广的一个这个传说 叫什么年鱼闹 避震闹 是吧 日本有本书叫做古世纪 这说白了就是一个神话的大和朝廷的征服史 然后呢 里边有一个神叫做剑玉雷之男 看平时就知道 就是他就是管什么下雨打雷 这一方面业务了啊 这雷神呢 是一个刚烈的男子 是吧 他能这个这个就是拔出自己的剑啊 拔出自己这把剑 然后剑柄朝下啊 就这么的处在地上 自己就坐在这个剑尖上打雷 是吧 就是跟这个周小平两口子一样 是吧 这都很刚烈嘛 是吧 然后这个神呢 就为了平复大地上的灾难 他把巨大的剑刃就从自己的屁股里边 是吧 拔出来了 拔出来之后 先甩甩上面的血 然后 插进了鲜鱼的脑子里 因为这鲜鱼呢 它是 它是能引发地震嘛 是吧 他就 哎 甩甩 哎 掺去了 那 自此这个天下就太平了啊 就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了啊 至于说鲜鱼为什么要背这个引发地震的锅啊 我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说 鲜鱼啊 他到了陆地上之后 哎 发动了一个技能 就是跳跃 是吧 跳跃 那么 这个技能非常强啊 整个大地就为之震撼了 所以这鲜鱼一蹦啊 这个这个 这个那什么啊 这个就就就地震了啊 要不怎么说这鲜鱼闹地震道呢 是吧 那这个时候鲜鱼的身份是一个灾兽啊 属于是你谁见着他谁会去 是吧 那看见他是属于有灾的 那他是怎么 就是一下就成为这个半神的呢 因为这1855年的时候 日本江户发生了一个 一场极其凶猛的地震 就字面啊 咱说现在咱看到的记录是死了至少20万 那当时呢 人们的普遍归因是啥呢 地震发生的时候啊 众神去参加集会 没人管这个鲜鱼 所以鲜鱼呢 就动了坏心思 在世间引发了这那种百年一遇的强震 那么地震之后 江户的街头出现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 叫做年会 就是出版了很多啊 那种有年鱼主题的版画啊 这些年会呢 就是他上面除了画着年鱼 还会写一些吉祥画啊 比如什么祥瑞遇冕 家宅平安 像把博用过 写这些什么的 就是跟中国共门神是一样的啊 讨过吉利 当然了 还有一些一部分年会啊 他属于插车打魂啊 就是印段子印段子 印什么这个鲜鱼啊 鲜鱼去风月场所啊 然后这个不给钱啊 这个然后就让人打了就这种段子啊 什么这个窑子里边 因为这个地震啊 没有生意 然后这年鱼精啊 就过去了 说你知道这里边啊 有我的功劳吗 啊 然后这啊 要 就是没有我啊 你们今天能这样吗啊 所以这个赶紧挑几个上好的姑娘 过来伺候我来 这样 然后结果呢 被什么这个 什么这个摇解啊 被什么大茶壶啊 被这个跑母 哎 围起来一块给打了啊 再比如说这个 地震啊 地震重建 然后呢 这年鱼精啊 他为这些工人呢 那提供了很多工程建设这方面的工作岗位嘛 是吧 那你给我找着工作了 所以这些工人呢 就请鲜鱼啊 吃饭 哎 好好谢谢他 然后那个鲜鱼就说了 哎呀 这还是吃饭好 是吧 吃饭这是实在 你要是给我钱的话 我都没地儿花去 是吧 我逛窑子 我都不花钱 是吧 我都没地儿花去 那还有呢 就是 一些年会啊 他不但说没骂鲜鱼 反而是赞扬了鲜鱼的行为 说他是什么呢 说他为平民百姓干了一件大好事啊 是吧 在这个那种封建社会 哎 或者是在旧时代吧 在旧时代 我说在旧时代 过去啊 不要联想啊 在旧时代 你说你跨越社会阶级 本来就是非常的难以实现 对吧 但是地震呢 他是帮一些底层人员实现了 因为富人都死了 穷人现在通过重建家园 我挣了钱 我变成富人了 所以呢 这个画面 他就非常的欢快 是吧 那你说为什么能有这个思想啊 因为地震发生之前的两年 1853年发生一件什么事 美国的马修佩里准舰率领舰队 开进江湖湾 有两艘船喷得全身漆黑 所以这件事又叫做黑船来航 他敲开了日本的国门呢 那么幕府政府呢 这个时候属于是内忧外患 属于一个宾危险的阶段 那么江湖的民众 他的精神和现实 两层冲击之下 他就开始怀疑上层制度的合理性了 你天天骑在我的头上 作威作福 美国人来了 你怎么连个屁都不敢放呢 尤其是那些被这个富人 被这些富人阶级 视为鱼肉的这些底层工人 他们就盘算着 他们就想就是 你们实在是没资格 去在我头上作威作福 但是我现在呢 好像还没有那个实力 去掀翻你们 去推翻你们 所以他们就盘算着 希望能出现社会动荡 然后迎来重新洗牌的这一天 是吧 那么很不巧 洗牌 社会重新洗牌 这一幕真的发生了 以灾害 以害人命的方式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啊 是吧 那么在地震面前 富人和穷人没有区别 那结果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这些屌丝们 他们幸存下来了 但是他们觉得很开心 因为死去的那二十万人里边 有富人呢 是吧 另外就是穷人 他这个 他这个 穷人 他的这个 住房都比较简陋 是吧 你搭个窝棚 你就能住了 所以这个 你说地震啊 房子震塌之后 没事 是吧 本来这木头也不粗啊 砸自己身上 你就腾一下清两下 完事了 但是富人不一样 富人那都是这个 高楼林立 那都是穷楼雨 是吧 那这个 一砸下来 什么房梁 什么砖头瓦块 这些全掉下来了 你基本上 这一掉下来 这这房子里边 基本就没有活口了 所以 这吊丝们 感觉很开心 另外呢 就是 朴素的那种仇富心理 是吧 那出于这种心理 那印刷啊 就有这种 像这个 反映说这些工人阶级 现在翻身当主人 当富人了 然后讽刺这个 呃 上层的社会制度啊 甚至说 话 那些民众就直接去崇拜 年鱼大神的这种年会 大行其道啊 所以这就让 日本的年鱼呢 开始的逐渐有了 神的色彩啊 那说完这日本呢 再说说国内吧 是吧 那在过去呢 年鱼 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真品鱼类啊 相信很多这个北方啊 尤其是东北的朋友们 应该听过这样句老话什么 年鱼炖茄子 撑死老爷子啊 那出油多呀 出肉多呀 但是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年鱼就突然被成了这个垃圾鱼 是吧 甚至说啊 他的这个生存环境太脏了啊 因为他生存在什么 那种脏水里边就垃圾越多 他生活的越好啊 还有人说年鱼他吃屎啊 那年鱼他真的吃屎吗 其实原来呢 中国只有 只有一种年鱼长四根胡子 通体黄色长四根胡子 本地年鱼 这个年鱼 他是在清水冷水当中生存 所以他的这个脂肪蛋白质多啊 像这个南北方菜系里边啊 就是一些个关于年鱼的那些料理呀 其实大部分都是都是用这个这种年鱼啊 做成的 那咱们吃的那个年鱼说那么肥啥的 也是这个这种鱼做的 那么能在这个脏水 能在污水里边生存的年鱼呢 他叫做胡子年鱼 这是81年的时候 81年的时候从埃及引进过来的新物种 其实原来呢 就是说因为本土年鱼 他长得慢 本土年鱼长得慢 所以从埃及引进这种啊 长得快的 但是因为这个常年他在污水当中生活 所以这种胡子年鱼 他会有非常重的那种土性味啊 一般说这个人工养殖的话 他会就是他也有这种 哎呀就是不认真养啊 乱养的这种情况 就不注意卫生啊 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年鱼 他生存环境就不怎么样 所以他就是说说的那些就喜欢在脏水污水里边生长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吃屎长大呀 他这么说吧 他是存在这个情况的 但是这不代表说 所有的年鱼都是喜欢在那生长的啊 都是喜欢吃屎的 对吧 年鱼他不是的 他是能在这生长 但不是说他喜欢在这生长 这是俩概念 对不对 那么年鱼如果说他真的是总在水中养的话 咱说了有土性味 他就会变得越来越难吃 进而说吃年鱼的这些人就越来越少啊 所以年鱼的这些问题呢 就是说食品安全这问题里边都有 然后怎么处理这些年鱼 那也是一门手艺 也是一门学问 更是一个传统 是吧 那么今天这个咱说咱这么处理这个年鱼了 那么明天呢 可能还会用一种相同的方式去处理别的食材 处理慢鱼 处理轻鱼 处理鲤鱼 对吧 那至于说吃他的那些食客呀 他们能不能满意 这个不重要了啊 食客的意见不值钱 是吧 总的评价就是说 以有之事啊 后必再有 以行之事 后必再行 历史 它是一个轮回嘛 是吧 那么别的我就不说了 是吧 你说 如果咱说 哎 那你这个 是吧 今天我看你这厨师啊 这个这个店里边老板啊 今天你收拾完年鱼了 那我还想看收拾别的 能不能把那个鲫鱼啊 青鱼啊 一块都都给收拾了 那这就不是今天聊的这个内容啊 这个这个节目的内容范围了 是吧 你说啊 这盘年鱼啊 他刚端上桌 然后你现在马上就说 啊这我我还想那个吃德王吧 老板只能说你贪得无厌 哎 对不对啊 好了 那么今天我只是单纯的讲了一个年鱼 对吧 那就这样吧 啊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